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半开玩笑称 可将莱猪制成肉松卖到中国 博恩夜夜秀时隔一年回归 功力不减还微震对岸 惹得国台办宣布将严查自台湾进口的猪肉制品 不得不让人惊叹 一年不见 博恩的脱口秀段数已从挑拨朝野矛盾升级为 搬弄两岸是非了 莱猪吵得太热 博恩回归抵挡 不谈都不行 他一小段子 震波就远波对岸 吉利伟赖是保 莱猪要卖给谁的大灾问 抛出点子 我们进口莱猪做成肉松 然后卖给大陆 大家觉得怎么样 台下文言欢声雷动 博恩盲止血说 你们是恶魔吗 以以太痴 这话马上隔岸发笑 国台办之言 禁令全英台湾个别网民的恶毒想法而起 把网红博恩变为个别网民 也算是不假刺涩了 博恩的恶毒也许只是为了个效果 却也无意间泄露许多人的潜意识 大陆人比我们低劣 吃莱猪刚好 有些大陆网民怒骂 这已是法西斯反人类 不把大陆人当人 但始作俑者其实不恩 这两年 媒体说 大陆人吃不起榨菜 三峡随时要崩 官员武汉肺炎不离口 闻大陆疫苗变色 总之对岸皆是下里巴人 这是第一个八卦新闻 就是说在一个脱口秀上 曾博恩他提出这么个话题 说进口的莱猪把它做成肉松卖给大陆 我想可能在这之前 台湾的一些肉松一直在向大陆出口 可能是有这样的 因为台湾有一些食品 在大陆那边还是挺受欢迎的 他的做工比较精细一些 结果他这么一说呢 大陆的过台办马上就宣布不让进了 查如果是台湾来的一些肉 就不让进了 同时呢 在中国国内呢 也有一些地方就是台湾的肉制品下架 直接都拿掉了 等等有一系列反应 台湾有好多的名嘴节目在讨论这个话题 我看完以后我是觉得本身像这种脱口秀啊 当然他不是说他要怎么怎么样 他是一个脱口秀节目 但是为什么大陆这么动作 就这么快的有行政动作呢 我是觉得很可能他是透过节目说出来了 但是在底下应该有可能就已经安排有这么做的了 这个他们应该是有情报信息来源的 也就是说底下不用他说 底下应该知道 在底下有慢慢的有暗箱的一个操作 一个布置 就是说这些猪先进来 进来以后呢 在工厂经过加工之后 再卖出去 他是不标的 不标这个东西的 因为现在台湾民进党有一个很缺德的做法 就是美猪进来不许标识 就是在市场卖的猪肉 我不让你 不允许你标 说这个就是美猪 这一点非常的缺德 也就是说 你进来老百姓挡不住 但是你进来 你给老百姓一个选择 这个是本地的猪 这个是美猪 让老百姓自己去决定 他如果有人认可 也不是百分之百的人都不认可 有人就认可 脸者就说吃了没什么事 那就你让那些认可的人 让他自己选说 我吃美牛 我吃美猪 然后不认可的人呢 他们不吃美牛 不吃美猪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做法 结果现在关键是民进党 把这个事情就是用行政命令 下来就是不许标识 也就是你人民 你没有选择的权利 我不让你选 我让你吃什么 你就得给我吃什么 这点很缺德 非常缺德 在西方国家 它超市里边卖的那些东西 它是有标识的 哪个厂供应的 哪个加工厂供应的 哪个品牌的 澳洲的羊 新西兰的羊 美国的牛肉 它是有标识的 它不可能没有标识 不可能就有一个 一块肉往那一搁 你自个儿看着办 哪有这事 所以民进党非常缺德的 就是这件事情 就是你进就进了 但是呢 它不让你标识 不让任何人知道 哪个是美猪 哪个是奔地猪 他们可能自己知道 在这种情况下呢 在底下企业 它一定有想法 什么想法呢 就是把这些猪肉 加工厂进来 进来以后 做成肉松 继续卖给大陆 而大陆呢 它不可能知道 这是美猪了 不可能了 因为经过二次加工了 加工完了以后 你就是验 你可能也验不出来了 它已经给你高温烘 捣碎 或者掺的什么什么东西 已经不太容易 把它验出来了 所以它这个说法呢 我不认为是说 它导致了国台办 怎么怎么样 我相信国台办里面 事先可能已经掌握了 这样的一个信息了 然后正好你一说 好吧 你这么公开说的话 那我就公开动作 斩掉了 禁止这个台湾的猪肉松进来 这个可能是真实的现象 如果说一个食品也好 什么也好 简单的 有一个脱口秀 有一个什么什么个人 说那么一句的话 我相信中国大陆 它不会动作 台湾这个社会 言论还相对的 能说点什么什么东西 整天乌拉巴拉 说的多了 谁管你说那句话 是怎么样了 不会有人管的 但是如果底下真正有这么做的 我相信他们会获取这样的信息 获取这样的情报 最后他们会根据这样的综合的情报信息 他们会做出一个决定的 因此 博文这个事情 在台湾的媒体上讨论 是说 哎呀你看 你真厉害呀 你一句话就导致了国台办 怎么怎么样 那仅仅是一个现象 这个现象呢 在它的底下 我认为可能有些加工厂已经这样做 或者说在民进党内部已经有一些命令放出去了 没关系 你们就进这个 你们把这个卖给大陆 很可能这个是民进党的旨意 在这种情况下 作为中国政府关门 这个成逻辑 这个成逻辑 如果单单的就像台湾人这么说的 就是因为一个脱口秀 假装开了那个玩笑 结果中国就大死关门了 这个不太像 我觉得没有那么简单 要是那么简单的 其实就找乱了 对吧 天天随便 我们这随便说一句话 美国就关大门了 门都没有 对吧 不可能的事情 他们不会依静于一个艺人 或者一个直播主 一个个别的老百姓 说了一句什么 稍微稍微过激的话 一个政府就做动作 这个可能性不大 所以这是我认为 我认为就是 大陆他们已经掌握了一定的信息 就是台湾的一些猪肉加工企业 可能把这个美猪进来以后 直接拿过来 替换掉了之前的猪肉 全部把它加工中 肉松 按照过去传统的出口渠道 继续往中国出口猪肉 这个信息 可能是他们已经得到了 然后呢 伯恩呢 就在这随便说了一下 这两个完全吻合 借着这个口 中国大陆官们 这是我的判断 我想可能是真实 就是这样 第二个有一个国际性的话题 我也在这边看到 这个在台湾好像不太 就是不太popular的一个话题 在海外比较popular 就是我们看到了一个俄罗斯总统的 普京的一个豪华宫殿 豪华宫殿 这个事情呢 我们也看到了照片 前面也有人在讨论 因为美国呢 是挺喜欢讨论这样的事情的 就是你看俄罗斯普京腐败 他独裁 他们是喜欢从这个角度去揭露这些东西 所以在西方国家呢 这个是有讨论 有一些英文的电视台都有讨论 在中国那边也有新闻 我也能看到 关于普京那个大别墅 那个大别墅呢 我说比摩洛哥王国那个王子啊 比摩洛哥皇宫呢 都豪华啊 占地如何如何的 有什么什么什么 哎呀 这个应有尽有了 就是一座宫殿了 就是一个王国了 甚至什么沙特王国呀 类似这样的描述 我都有 就是一个巨大的宫殿 为什么他这样说呢 因为他对比起来说 俄罗斯好像也是选举吧 那个选举呢 在美国人看来 那个选举呢 是假的 俄罗斯在之前也有说 公布官员的财产 那个公布呢 就美国人来看呢 他们认为也是假的 因为一公布的话 俄罗斯普京才只有一个小公寓 才十几万美金的存款 几十万美金的存款 就这样啊 那作为美国这边呢 他们不相信 那他们把这个事情曝光出来 那个大家呢 有很多的讨论 也就是让大家看看 原来世界首富 原来世界首富 基本上从他的资产来看的话呢 美国人认为世界首富是普京 他们把一个话题再转移 从西方国家来讲呢 他们始终把这个世界上最恶的一个演员的角色呢 往那边推 在川普的时候呢 推向中国 在现在政府呢 推向俄罗斯 意思就是 那边是腐败的典型 而我们美国呢 是自由社会的典范 他们总是在做这样的一个操作 从这个事情呢 我们看 当然俄罗斯总统 当然普京他发表电视谈话 说呢 跟我半毛没关系 不是我的 那不是你们 那是谁的 但是有人在建造的时候 就反对党领袖又被他抓了 现在在俄罗斯不能有反对党 只要有反对党在抓你 反对党领袖呢 他拍的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由他自己主播 然后呢 他应该和建商啊 和建造这个宫殿的商人呢 他们是取得了联系 然后获取了很多的资料信息 也拍了很多内部的照片 内部的照片呢 我想是建商提供给他的 应该不是他直接拍摄的 而外部呢 他们是用了一个这个遥控 那个无人机啊 拍摄无人机也飞起来 飞到那个上空 然后把那个整个环境 再拍了一下 他的占地面积 他都有什么什么设施 那个很多很多 大家可以在这个网站上 可以去看 现在这个信息呢 还是能看到的 所以拍完了以后呢 他总的结论就是说 这个人被抓了 被抓了之后 有人把这东西放在了 YouTube这个平台上 让大家看一看 俄罗斯普京 他是世界首富 他的宫殿 巨大无比 就这么一个海边啊 看着整个那个小山丘 都是他的 森林环保 面对大海 非常非常豪华的 在这个地球上啊 真的只有 摩洛哥王国的王室 可能会享有这样的一种待遇 而普京呢 有这么一个 这是个 我们把它也视为八卦话题吧 因为这个 在网络传播 在海外呢 有很多人在聊 在谈论这个事情 那我们呢 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我们来说呢 好像说不出一个 所以然来 就是在这种 极权统治的国家 他要给自己 花一点钱过来 透过一个石油公司 做点什么事情 这个都很简单了 你要说他现在只有 几百万人民币的资产 只有几十万美金的资产 这个才不正常了 可能吗 就在这个年代 完全不可能 现在就是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 东西方啊 已经逐渐逐渐的 走到一条路上去了 什么路呢 就是权力和金钱 已经合为一谱了 贫富差距 决然的拉开 少数的富人阶层 富的流油 一塌糊涂 而普遍的老百姓呢 他们基本上是 就这样吧 你别多想了 你就这样吧 在上层 权力和金钱 是直接挂钩 直接控制权力 有权力的人 一定是首富 为什么 谁见钱不掩开呀 你给谁钱 他不要啊 尤其资本主义社会 资本至上 而现在在这种 社会主义阵营呢 也没有了 也是资本至上 这个现象呢 越往后 我们看后边发展吧 越往后发展 越明显 也就是整个地球上 所有这些国家 一百多个国家 在里面 不要再分什么 自由社会 民主社会 专制社会 什么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 这些理论 通通都不需要 再谈论了 因为已经 过时了 新型的理论 就是资本 和权力 他们 就是这个社会的 主宰者 而不再存在什么 人权 民主自由 专制独裁 民主社会 其实也是用的 专制独裁的手段 现在一模一样 美国大选 和俄罗斯大选 和金正恩的选举 有区别吗 到现在 整个世界上 你看这些东西 有区别吗 一点区别都没有 本质上 一点区别都没有 形式上 说上 有一点区别 区别就是 金正恩说了 你就得选我 这名的 普京呢 说我改了 我是民选的 其实呢 你永远任何 没有反对的 永远得选他 随便你怎么投 到了美国呢 也一样 随便你怎么投 他当选 还有区别吗 一点区别都没有了 因此在这个世界上 那就是 统治阶层 一定和金钱 直接挂钩 老百姓永远 终身都是老百姓 我前不久说 奴隶 什么是奴隶制 奴隶制这个词呢 还能拿回来 谁是谁的奴隶呢 如今的 有权的 掌权的人 如今在地球上的人 变成了金钱的奴隶 金钱就能指挥你 干这个 干那个 只要钱推上去 这个人一定倒 没有不倒的 当然 昨天有说了 有一个人是不受贿赂的 行费受贿 对他不灵的 在这个世界上 有名人物 那就是川普 是啊 你不受贿 有人给你行贿 你不受贿 你不接受 那你下去 结局看到了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世界呢 八卦新闻 我们今后呢 把这种新闻 都叫做八卦新闻 就是 没什么谈论价值 但是百姓之间呢 看到这消息后呢 愿意说两句 那我们就和大家说两句了 没有什么正确与错误了 就是说一点 本人的偏见 再有一个美国这边的小新闻呢 就是黄芳燕 台湾的当年的沉水扁的什么什么 斯拉 我看台湾这边也是评论比较多 哎呀 死因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说了好多 类似于什么 真的 是为什么死在那个地方 为什么 是不是有人谋杀了 是不是有人怎么怎么样了 很多很多的评论 我看完以后呢 我觉得 这个消息 是一个消息 因为毕竟 和一个人命有关嘛 但是呢 因为它已经是过去时了 也就是 它跟当年的江南案件不一样 江南当时还 对那个台湾案是有影响的 所以必须把它弄掉 那现在呢 黄芳燕他离开台湾以后 他已经对台湾的政治呢 已经没什么影响了 他是跟沉水扁之间有关系嘛 沉水扁现在已经那样了 到现在 蔡芳燕也不会大赦 沉水扁 你还依然就那样 沉水扁在选举的时候 被蔡芳给骗了一把 到现在还是抬不起头来 蔡芳怎么骗的 陈水扁啊 在选举的时候 蔡芳燕呢 和陈水扁呢 私下达成了一个协议 就是说 陈水扁 你如果在2020年总统 你要让你的支持者 来支持我蔡芳芽当总统 我呢 两个条件 一 我给你几个立委 你呢 成立一个叫一边一国党 成立之后呢 我给你三到五个立委的名额 这样呢 你这个党呢 就能生存下来 第二 在适当的时候呢 我可以考虑给你大赦 所以呢 陈水扁呢 就在大选之前呢 就突然成立了一个 一边一国党 这个党成立以后呢 他们就提了十来个 议员的候选人 但是不提总统 然后呢 陈水扁呢 还特意的被蔡芽芽 请到民进党总部 做了一个戏 就是回来 他说 你还是民进党党员 在那个电视前面 露了一下面 也就是让 绿营的人 让陈水扁的支持者 看到 陈水扁被蔡芽芽 请到民进党总部 陈水扁总统票 是支持蔡芽芽的 同时蔡芽芽 鼓励陈水扁 成立一个一边一国党 然后后尔底下 给他三到五个立委的席次 这个就是私下达成的一个协议 结果呢 大选完了 我们看 第一 一边一国拿到习司了吗 第一个都没给你 第二 陈水扁到现在 被特赦了吗 没有特赦 所以可见呢 陈水扁这把 被蔡芽芽给玩的不善 同样的把戏 还有一个 喜乐岛也是这样 一模一样 你喜乐岛成立一个政党 原来喜乐岛叫联盟 不是政党 突然改成政党了 为什么 因为蔡芽芽 要他们这些人 你提两个立委 我给你三到五个立委的席次 但是不许选总统 总统来支持我 这就是蔡芽芽在整编绿营的一种手段 喜乐岛呢 确实也成立政党了 但是当时有一个很大的呼声 就是当时赖清德还不确定的情况下 有很多真正绿营的人在喜乐岛这里面 真正绿营的人 他们希望喜乐岛能够提出来一个总统候选人 因为他们已经讨厌蔡芽芽了 而在提总统候选人这个问题上的 在喜乐岛内部呢 其实应该是有争议的 喜乐岛那个主席是不愿意这么干的 郭也不愿意这么干的 但是呢 呼声大 由于呼声大 结果呢 就真的 绿营里边就站出来一个人 这个就是吕秀莲 当吕秀莲站出来之后 要联署 因为他没有提名权 所以在联署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发现 整个喜乐岛这个政党 不配合吕秀莲去联署 只是吕秀莲自己一个人在那联署 没人帮的 没有机构 没有组织来帮助他 本身比方说 吕秀莲是你喜乐岛提名的 那你整个政党应该帮啊 结果不帮 不动 就那个党主席 就那个郭 一句话都没说过 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看出来 喜乐岛内部 他们是不愿意提出一个总统候选人的 因为他们和蔡威威 已经有一个协议在底下了 喜乐岛就是提十个左右的立委候选人 希望蔡威威能够赏光 给我们两个席位 结果当然 首先吕秀莲这个联署的被做掉 不会让你联署成功的 直接做你 第二呢 选完之后 喜乐岛一个立委 细次都没给 当然现在喜乐岛也不说解散 虽然他不说解散 不像陈水扁似的 选完以后一看上当了 得了一边一国解散了 那个就是一个闹剧 是被蔡威威给耍了的 喜乐岛呢 也被蔡威威给耍了 耍了之后 现在呢 虽然他不说解散 这个喜乐岛政党已经 没有了 首先内部的人就已经散掉了 发现你不对 你在干什么 你是在欺骗真正的绿营的选民吗 所以这个也就不存在了 那陈水扁那个事情不存在了 已经那么多年都过去了 那像现在远在美国 这个黄芳燕 也没有什么价值了 你真正下手 对他的价值 和当年那个江南案件 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种猜法 那种猜法 我觉得看了半天 我也觉得没什么意义 反正就这样了 就是这样发生了 那又怎么样 现在这个世界 整个这个世界 当权者 只要有钱 他们什么都能干 他们干完了 你又能怎么样 作为老百姓来讲 就是看一看 当做一个八卦 聊一聊 完了 也就这样了 在台湾2000年大选的时候 私下有一个政党 蔡薄薄是实现了他的许诺的 就是柯文哲成立的民众党 民众党也在那个同一时间 也是突然成立 在大选期间成立了四个政党 都和蔡薄薄有关 激进党 一边一国党 喜乐岛政党和柯文哲的民众党 这四个政党 都是在大选之前 突然成立的 莫名其妙成立的 这四个政党呢 都是属于偏绿阵营里面的 如果分成两大的 蓝和绿 这四个全是绿的 蔡格格在绿已经失去了 已经没有真正支持者了 蔡格格周围这几个支持者 这些什么陈明文 这些实际上都是蓝的 都是从蓝营过来的 因此但是他批着民进党的外衣 他必须要把民进党给笼络过来 怎么办呢 民进党那不是很多帮派吗 一个一个小帮派 跟每一个帮派谈 你成立政党可以 我给你几个席次 你总统支持我 立委我给你 都是一个条件 所以在这四个政党里面 在民众党 激进党 一边一国党和习的党 这四个政党 作为蔡格格都答应他们 要给你们三到五个立委的席次 然后呢 你们不许选总统 总统支持我 立委给你们几个 而柯文哲在这里边 是蔡格格重点要谈的一个对象 就是柯文哲当时 在2019年 他选总统的呼声是整个台湾最高的 民调居第一 蔡格格是第五 从18年九合一大选之后 柯文哲的民调就一路在上升 在老百姓当中 如果柯文哲选 真的选的话 柯文哲和韩国瑜 他们两个人是不相上下的 这两个人的 在民间的真正支持率 在当时远远的大于菜 但是柯文哲是属于绿阵营的人 柯文哲不属于蓝阵营的人 属于浅绿 所以搞定柯文哲 就能搞定 搞定了半边的率 搞定陈水扁 就能搞定那半边的率 所以蔡和在柯文哲 谈交易的内容里边 其中第一个要求就是 柯文哲你不许选总统 你以后再说 你不许选 柯呢 答应了 为什么柯呢答应呢 柯不得不答应 柯不想当总统吗 想 他绝对想 他绝对想过 但是他现在如果跳出来 跟蔡和柯硬抗 硬抗总统的话 蔡和柯一定把他做掉 这个柯是心里是有数的 他不傻 缓兵一下 你以后再说 我给你几个立委的席次 这个 他们私下达成交易了 从后边的结果来看 蔡和柯也给了他 真正给了他席次了 所以在柯文哲的民众党里边 蔡和柯是给他席次的 激进党也是培养的一个小律 就是我给你几个席次 所以民众党和激进党 这两个呢 是他们给的 而喜乐岛和一边一国呢 是被做掉的 这两个是被骗了 他们把总统的票 可能投给了蔡和柯了 立委的席次没拿到 等于是生生被骗了 而获取利益的呢 两个人呢 柯文哲利益交换 你不选总统 我就因为什么 柯文哲这个 他必须给 他不给到柯文哲 对蔡和柯选总统 是有威胁的 其他那小党 激进党不提 一边一国不提 习勒岛一个吕秀莲 做掉就完了 基本就结束了 所以绿营到现在呢 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而陈水扁呢 回过来我们说 陈水扁这个事情呢 就是黄黄燕 他走了就走了 你发出来 陈水扁这个案子 陈水扁到现在 一边一国 自己给关掉了 知道受骗上当了 陈水扁到现在 依然没有获得特赦 对吗 蔡和柯才不会真的特赦呢 陈水扁是能上这的当 但是陈水扁也没办法 因为什么 蔡和柯手里赚的权力呢 我一脚跟你踹回去 你就踹 你就回去了 你就又回到那个地方 蹲着去了 所以整个这个 扁家呢 蔡和柯对扁家 唯一的一个承诺就是 我还让你的儿子 在台中这当了一个医员 没把他弄掉 这个陈水扁呢 看在他儿子的份上呢 也就忍气吞声了 算了 别说了 至少我陈志忠跟他还立着呢 对吧 尽管现在要罢 你要是不把民进党给护了好了 民进党说罢就把陈志忠罢掉了 现在民进党呢 还是保着陈志忠 因为什么 陈水扁你这个势力 你还不得跟我公开的作对 你的儿子还在我手下捏着呢 就是这么个简单道理 所以现在陈水扁在台湾呢 也是没有什么分量了 没有什么说话的分量了 人们已经不再把他当一回事了 蔡和柯也不再把你当回事了 你想真的得的特赦 你等着吧你 你歇了吧你 你一边待着去吧 那么天真 认为蔡和柯能履行这个承诺 恐怕他永远都不会 必须得踩着你 不给你特赦 你才老实了 如果给你特赦了 你就不老实了 这一点蔡和柯还是懂的 有些傻子呀 歪一点子比一般人都聪明 好今天的八卦新闻 今天的都属于八卦新闻 这是我们的偏见 不见得都说的正确 好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